林总 我又有了一个好办法 什么好办法 为明天的洋荣生产加工 搞一个盛大的仪式 为什么呀 有好机会就要抓住啊 为了生产发展公关宣传的需要啊 全助理 以前我们公司也做过很多大生意 没有特殊的情况 不搞什么仪式 说明以前的思路有问题 这么说你对我以前的工作不满意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全助理啊 我觉得我们以前的宣传和公关工作 做到恰到好处 该做的我们绝不错过 不该劳民伤财的 我们绝不搞花架子 林总 有些话 不是该说不该说 嗯 请讲 我觉得 你好像对我提出来的意见 一直抱我一种挑剔的态度 我是在表明我自己的看法 那您的意思是 完全不赞成明天的仪式了 我没有否定你的意思 这仪式可以搞 但是不要太大 不就是个原料加工吗 销了不成问题 又不用搞促销 搞小一点就可以了 好 小没有问题 但是请您告诉我 小到什么程度 那这个问题你可以问公关部了 公关部了 那我现在就去找秦主任 我现在就去找秦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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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主任 你认为这个仪式怎么搞才好啊 我认为余总说的对 我们加工的是锦翘的商品 所以根本就没有必要做什么促销 你说的造声事 我觉得没有必要 搞一个小型的剪彩仪式就行了 包括电视台的记者都不用请 请几个文字记者就行了 大家放几挂篇 热闹一下就可以了 这规模也太小了吧 虽然我们没有搞促销的必要性 但是提升名气也是很重要的 你不认为搞点抽奖之类的活动 会有利于创造良好氛围吗 我知道全助理 是想提高公司的名气 但是作为公关部来说 这样的造势 只能对对方的公司有利 而对我们公司 没有任何的好处 而且 这种造势是需要花钱的 我们花钱为别人做嫁衣 你觉得合适吗 我本来已经有了非常完整的计划 请帮助我 我可以告诉你 我是很难配合的 秦小姐 我提醒你 在公司里 我的职位 比你的高 我已提醒你 公关部只对余总负责 好 确实很有个性 好的 我们交个朋友 听你的 等待会儿 再来 前两天在大陆听到了一句话 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 我认为就很有道理 有些时候调剂也是很重要的 权助理 你现在可以走了 我要去找余总 秦小姐 我还想去工厂看一看 说吧 什么时间 我来安排 十二点怎么样 十二点 这可正是吃饭的时间 我正想与您共进午餐 我们两个开着车 到一个好的 你不用说了 我中午已经定出去了 你直接告诉我 我什么时候去工厂就可以了 那晚上可以吗 晚上也定出去了 再见 秦小姐 那明天怎么样 秦小姐 那明天怎么样 秦小姐 秦小姐 明天 明天可不可以啊 秦小姐 明天可不可以啊 秦小姐 明天可不可以啊 秦小姐 秀山 怎么了 那个秦小姐确实很有个性 我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 你看 你刚 停 停 我没有想到 秦小姐 我是全秀山 我想马上去工厂可以吗 好啊 五分钟之后你下来吧 还是那辆车 秦小姐 秦小姐 好啊 秦主任呢 秦主任 他说不去了 秦主任 我到楼下了 对不起 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 你自己去就行啊 我觉得还是你也去比较方便 问题是我也不懂生产了 我去了没有任何意义 来 来车 晚上请你搭保龙球吧 真的 那带上姜森和曼波吧 行 可以吧 不会开发票吧 能开吗 当然不行了 啦